阿尔卡薩瓦城堡 是一个军事要塞 由三重城墙环绕 四周塔楼林立 是阿尔罕布拉宫最为古老的部分 这里是阿尔卡薩瓦城堡的主要路口 武器大门 建于十四世纪 因来访者必须在此解除武装 故得此名 城堡自建造一时 就一直是阿尔罕布拉宫的主要防御设施 这一功能不仅体现在塔楼的战略布局上 林立的塔楼由城墙相连 还体现在城墙之内军队营区的建设上 在这里驻扎的军队负责守护苏丹和皇室成员 部队平日的训练和生活也在此进行 军队营区以一条长街为中轴 营房仓库和军备库等建筑沿街分布 可以说是设施齐全功能多样 阿尔罕布拉宫在设计建造时 正值纳萨利王朝 平平受到边界冲突干扰的时期 因此选择建造在一座名为纳维卡的道路崎岖的山上 这样不仅占据着战略优势位置 从军事角度来看也是一手难攻 此外崎岖的地形和达罗河也成为阿尔罕布拉宫的天然屏障 使得王宫与处于较低地势的格拉纳达城区隔离开来 宫墙和塔楼的建造 使得整个阿尔罕布拉宫成为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 从远处观望 这宏伟壮观的工程 不仅象征国王的至高无上 更是在气势上给敌人以震撼 从战略角度而言 纳萨利时代的阿尔卡萨瓦 最重要的建筑是静翼塔楼 位于城墙北端的静翼塔 是规模最大的塔楼 内部有六成 外加一个露台 这种结构制式赋予了塔楼以多种用途 除了露台担任观察作战任务外 内部既可以作为居所 也可以作为仓库使用 阿尔汗布拉宫的创建者 第一位纳萨利苏丹王 穆罕默德一世就曾把持塔作为他的寝宫 穆罕默德一世还主持建造了阿尔汗布拉宫最显眼的塔楼 廖望塔 建于13世纪的廖望塔楼 高27米 位于城墙的最西端 是整个阿尔汗布拉宫的最高点 更是城堡防御的核心 从这里可以看到阿尔汗布拉宫四周全貌 廖望塔在基督教时代进行了多次改建 还增建了一个钟楼 周全本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是卡洛斯五四宫殿 在阿尔罕布拉宫的所有建筑中 是一朵绅士奇特 风格举意 名称独特的奇葩 1526年 卡洛斯五四与新婚妻子到阿尔罕布拉宫来度蜜月 国王被这座宫殿群的美丽所折服 主下令在其内也建造一座属于自己的王宫 邀请米开朗基罗的学生 建筑师佩德罗 马苏卡主持设计建造 经过30年的建设 宫殿初具规模 卡洛斯五四却发现 完全无法超越旁边的那些 伊斯兰宫殿中的精美雕刻 和摩尔人巧妙的内景布置 于是弃之不用 最终不了了之 虽然国王看不上 但却成为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建筑 从高空俯瞰 宏伟壮观的气势真是令人震撼 宫殿的设计灵感来自于古代大型建筑 体现了卡洛斯五四国王远大而不凡的政治报复 作为基督教统一的坚定捍卫者 这位帝王统治了一个疆域辽阔的帝国 其中既有西班牙 荷兰 还包括了墨西哥和秘鲁等遥远的土地 卡洛斯五四宫殿建筑的外部造型呈方形 高17米 边长63米 是阿尔罕布拉宫区域中最大的单体建筑 十字外墙上 刚进的方石 张扬的铜环 精美的雕刻相得益彰 尽显皇家风范 而其内部则是圆形 直径30米的露天圆形庭院 位居正宗 宽敞透亮 环绕的32根石柱支撑起了 两成12米宽的圆形狼柱 典雅而豪气 这种独创性体现了卡洛斯五四国王的 创新精神 王宫外部的正方形和中庭的圆形 象征从世俗世界向天空的转化 由世俗的人间烟火步入天空的深髓神秘 可谓精神之旅的空间隐喻 天圆地方的设计也使得王宫成为卡洛斯五四帝国统一的象征 隐喻 宇宙的和谐和世界之大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是1348年建造的正义之门 是阿尔罕布拉宫最宏伟的大门 也是现今游客进入工程的主要入口 它的重要性反映在它的外力面上充满象征意义的装饰 比邻正义门的这个就是卡洛斯五四喷泉 喷泉和卡洛斯五四宫是同时代的产物 喷泉上部的中心是卡洛斯五四的皇家遁形徽章 下部的石榴则代表都城格拉纳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